特選後切美國樂演 修騰騰鐵板端上桌 這家士林老牌西餐廳 因為缺工認同關門 不只餐飲就連運輸業 也大鬧任才慌 同年客運和國光客運 更棄手合作 聯合併班營運 同年國光少了700位司機 補不齊決定聯合併班 而飯店旅宿業也遇上了 史上最大缺工潮 甚至有五星級飯店 宣布每週三天 不提供客房清潔 百工百業都鬧人才慌 人類銀行統計 今年第四季 有87%的企業開缺 其中五大民生產業 每月缺工38.2萬人 創下歷史新高 但有人認為缺工根本是假一題 問題源頭其實是低薪 都說缺工 都說找不到台灣人 要做這些工作 但是這十幾二十年來 缺工跟低薪的普遍化並存 這只能證明了一點 這個缺工某種程度上面 它是假性的 缺工究竟是不是假一題 如何才能突破現況 其實已有不少餐飲業主 還出第一槍 蔬菜肉串在烤台上轉啊轉 撒上特製中藥粉 空氣中瀰漫香甜氣息 這是近幾年來 快速崛起的連鎖串燒店 這名正在補貨的店員 入行不到半年 每個月底薪加獎金 已經補貨四萬 而裡頭認真烤肉的蔡爵安 上班不到一年時救生店長 除了五到六萬元月薪 還有高額年終獎金 對 就是你上班的努力 它會轉變成你的薪水 對 所以薪水還不錯 我們經歷一段都沒有人來求職的 日子就是三個月左右 因為目前有新人獎的關係 所以平均起薪應該已經來到了4.1萬 光是起薪就比政府訂定的基本工資 多了一萬五左右 這裡沒有低薪問題 當然也就不缺工 現在像這樣肯調薪的業主 其實不在少數 依照我們今年目前的底薪的話 試用期以前都已經有3萬8的水準 在過了試用期之後 都已經有到4萬多這樣的水準 如果再加上這一些津貼加級的話 薪資大概會落在 4萬5到4萬6左右 滾燙麻辣湯配上招牌亞血豆腐 這一家在松山區的老牌火鍋店 即便尚未進入連鎖體系 但老闆意識到只要薪水肯給 就不用擔心找不到好員工 薪水一定要大幅地提高 現在很多連鎖餐飲業 它如果起薪沒有達到4萬元 那幾乎它在真材上面 會比較沒有吸引力 不僅調薪 福利生前制度也要顧及 才會有產業競爭力 來看看同樣面臨急迫缺工的觀光 旅宿業 即便政府出資補貼協助煤盒 卻還是難有起色 人家期待的薪水至少是3萬多 結果你只願意開出2萬8 那現在又在媒體上說 我已經開到3萬多4萬也找不到人 截至9月底 旅宿業提出人力需求1474人 勞動部推薦人數超過3倍 卻僅成功每合8% 周英式旅宿業不願提高薪資 應聘台灣勞工 反而是要求政府引進外籍移工 專家直接點破 這就是台灣勞工的低薪推手 移工政策的滿大部分 已經淪為替資方節省勞動成本的 這樣的一個工具而已 旅宿業在過去的確在疫情期間 受到滿大的衝擊 但是相對的政府也給予非常高的補貼 現在回過頭來 要求台灣社會壓低工資 我覺得這是過河拆橋 這是不合理的 通紅加上低薪 已經是嚴重社會問題 當多數青年寧願送餐 爭相當網紅 也不願投入勞動市場 國家的產業發展 只會陷入惡性循環 調查中心綜合報導 Société Radio-Canada